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场著名的战役被史书记载,直至今日,仍然被众多史学家和学者津津乐道,今天,我们通过一组长平之战古战场遗址的照片,寻着历史的足迹,一起看一看曾经的长平之战本来的样子,本篇摄影周游。 而这个时候,春秋战国时代,乃至是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,最大规模的一次杀将正式开始,40万人全部被坑杀在这片战场,据说,秦军埋葬尸体用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,在长平之战古战场,也就是现如今的山西高平一带,仍旧能够从很多细节,看出这里的不平凡,很多村子的命名都预示着曾经战争的存在。 长平一役,秦国战神百起,坑杀40万兆军,此后,赵国就再也未能缓过劲来。 长平之战总历史大约三年的时间,最初赵国在老将连托的防守策略下,并没有显露出战败的迹象,而远道而来的秦军补给做的也是非常充分,每一场战争,都会有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。 长平之战的转折点,就是赵国国军听信谣言,换掉了老将连托,把有一肚子战争理论却并未带兵打过仗的赵阔,推上了主帅的位置。 也有人说,并非是听信谣言,而是赵国国内当时严重内耗,赵王怕拖延下去,对战争更加不利,才将以防守为主要策略的连托换下。 赵阔在领命之后,当即就摆出了与秦军决战的架势,变更了老将连托之前所有的防御部署,调集军队,准备决一死战。 而此时,改变战争的另一个人出现了,那就是战神白起。白起的到来,赵国没有得到一点风声,而白起到来之后,看穿了赵阔急于求胜,便佯装退败。 赵阔却并没有意识到,一场属于赵军的浩劫即将到来,赵军的探子也没有觉察到,秦军虽然败退,但竟然有序,赵阔见此,便开始追击。 此时,白起的作战方针,则变成了诱敌脱离阵地,建而分割包围,最后围而兼之,最后,赵阔带领的赵军被围困,而赵阔本人在突围的时候,被乱箭射死,本就被围,主将又战死。 赵军便抛下武器投降,二赵国此役之后,国内几乎在没有能够从军的轻壮年,而秦军,虽然胜利,但也是惨胜。 史料记载,在长平之战中战死的秦军,也将近有二三十万之众。 二杀将者不祥,这场被称为战国时代,乃至整个封建史上最大的战争,其惨烈程度在世界冷兵器时代也是罕见的。 秦国虽然最终统一六国,但经历两代国军之后,便也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。 秦国虽然最终的秦军